然後測驗出來的結果是我比較偏向於那個社會型 然後社會型的話就是有公關人員 然後服務人員就教師 就是大部分都是替人服務的工作 然後我也很喜歡替人服務 然後我有想要做的職業就是就是去讀那個護理系 就可以照顧生病的人 然後就是可以幫他們做很多他們不能做到的事情 就是這種感覺我會覺得很好 然後小時候本來是想要當那個老師 可是後來爸爸跟我講說就是現在大都不生孩子了 所以以後小孩會很少很少很少 所以當老師的話就是要很厲害很厲害很厲害 所以我可能沒有那麼厲害 所以就只好當一份比較有很多人當的工作 就是比較多人當的人 然後競爭力的話比較低這樣子 就比較有可能會當上 然後本來是想要去讀那個心理學 可是媽媽就跟我講說就是你每天都要去面對那些就是 就是比較心理比較不健康的人 然後他說你久而久之你也會變有病 就是說進朱者吃進末者 所以叫我不要去讀心理學 所以就叫我說你要如果要去當護士的話是OK 大概是這樣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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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